我们一起来关注习近平跟普京会面 中国两国主导了一个上海合作组织 周五是领袖峰会 最受关注的就是习近平这次见到普京 他们在乌恶战争开战之后第一次面对面 在会面的时候 习近平是刻意回避公开谈乌克兰战争 而普京呢是自己表明一定会处理的很妥当 那么中方对乌克兰战局的忧心 这时候普京又主动力挺一中 那么这是习近平最介意的事 俄罗斯他遭遇了国际制裁跟孤立 这时候跟中国关系呢出现了强弱的翻转 北京严格的清零政策也重创经济 所以普京跟习近平都希望借着到这个合组峰会上面 积极拉拢朋友拓展经贸 相隔七个多月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度面对面 这是习近平执政十年来两人第三十九次正式会面 上次在北京冬奥上会面之后 两人曾经发表联合声明 强调两国有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但是在这次的习普会上 习近平明显回避公开提到乌克兰 反倒是普京不但罕见的坦诚 会妥善处理中方对乌俄战士的忧心 更主动表态力挺北京一中 中俄间这种疑似强势与弱势出现翻转趋势的表态 不但美国前任外交官直呼时代不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责责称奇 但普莱斯坦言西普会展现了中俄关系持续加深 尽管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中方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或者违反国际制裁 但美方对中俄间的紧密连接表达高度关注 也呼吁国际社会多加注意 除了与普京单独会面 习近平还在中国俄罗斯与弥国的三边会谈上 积极推销人民币结算 普京则致力推动 从俄罗斯经弥国到中国的油气管道兴建计划 为在欧洲遭遇抵制的俄罗斯能源 能够更便利地接触到更多东方买家 分析坦言当前不论是因为国际制裁而被孤立的俄罗斯 或是因为严格清零政策导致经济受重创的中国大陆 都在为增加盟友与挽救经济找出路 因此双方都趁着在乌兹别克出席上河组织峰会的契机 努力拉拢朋友 顶着备受外界非议的新疆人权议题 习近平与首次参与上河组织峰会的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 展开场边会谈 呼吁加强政治互信 此外习近平更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共同决定 把双边关系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普京则是马不停止地 即将成为上河正式成员的伊朗总统兰西 以及土库曼吉尔吉斯等多个中亚国家领袖会谈 这回他身段之柔软 从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会谈期间 对方始终戴不上现场口语的耳机 尽管过程反复吐贼 但普京人耐心等待可见一斑 被外界视为有意制衡北约力量的上海合作组织 共有中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 吉尔吉斯塔吉克 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八个正式成员国 周五展开领袖会谈 另有多个国家各自以观察员或是对话伙伴的身份出席会议 此前一天习近平曾以疫情为由缺席晚宴与直述活动 但会否在峰会过后与印度总理莫迪展开双边会谈 为紧绷已久的中印关系开启新业 则成为会议接下来的观察重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